大家好 我是秀芬林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部影片呢 我們帶的是這個 林楠高中的這個福田集招 來 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這個屬性的部分 我來找到一隻啊 這個感覺攻擊方式跟他差不多的這個角色啊 清田信長 我們來做一個這個 抵對哦 那在升高的部分呢 福田集招呢 是高高的領先了這個清田信長 因為福田集招是這個大前鋒啊 清田是這個小前鋒啊 那我們來看到素質的部分啊 在鏡頭的表現呢 鏡頭跟中頭的部分啊 福田集招都是優於這個清田信長 也就是說他的中頭的話 會比這個清田還主 再來我們看到他的扣籃 主要屬性是扣籃的部分 所以他的招式有很多是扣籃的 扣籃是104啊 那這個清田的扣籃只有99哦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上籃的部分 上籃部分是差不多 一個95 一個96 好 那籃板的部分呢 他的籃板其實是比這個 清田還要強的啊 因為畢竟他是大前鋒嘛 他的籃板素質也是比清田還要好 那這個火鍋能力呢 是清田信長會來的比較好 再來是干擾素質的部分 也是清田比較高一點點 那再來是這個超捷的部分 也是清田比較高 但是兩邊高沒多少啊 都差沒多少 所以其實差不多的哦 那我們來看到傳控的部分啊 傳控的部分兩邊是一模一樣的哦 然後力量的部分是這個福田比較高哦 那抗擾的部分也是福田超高哦 福田92哦 清田才78哦 這個抗擾的部分就差了蠻多的 那彈跳力的部分呢 是由清田 拿下來清田比較高 再來是跑速的部分 一樣是差不多的哦 然後再來是傳控的部分 傳控一個是75 一個是79 這邊大家可以去做一個比較哦 其實我覺得屬性兩隻比起來的話 是這個福田擊招他的屬性啊 這個表現會來的比較出色哦 好的 再來我們來看到這個福田擊招 他到底擁有哪一些技能跟天賦呢 來 我們先看到這個大絕招 超級空階 我們來可以看到他的視頻哦 那隊友傳給 傳球給他 哦 一個接手 灌籃啊 哇 超級帥的啊 我覺得大招我覺得可以哦 蠻帥的哦 然後第一招是叫做這個瞬階跳投 接到敵人 接到隊友球的時候可以直接出現一個跳投 再來是這個接船突破 哇 他的招就是要都要接 都要接那個隊友的球就對了 這些招是接到球之後會有一個轉身 一個突破 然後第三招高拋上籃 哎 就是一個 一個上籃 但是他的球拋得很高哦 球拋得很高 好 第四招叫做這個進攻速板 好 這招是這個搶籃板的哦 在增強進攻籃板時 面對處於深淺的籃板球 會更快速的起跳去爭脫 哦 所以他的這個天賦是有帶這個籃板技能哦 畢竟他是大拳多嘛 好 再來我們看到最後一招叫做更多的歡呼 但是他這一招啊 他的視頻啊 還沒有開放啊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 不很看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文字說明哦 不見機招渴望得到更多的歡呼 隨著得分越多 得分能力會全面提升哦 他在得分後的狀態會累加哦 好 那我們等一下進去天賦一下 看他這一招到底是加什麼哦 好 我們首先看到天賦的部分 來 我們首先看到這個瞬接跳投的部分 好 他前面是增加一個抗擾率哦 好 那第一招叫做飄移投籃 接到球之後 會有一個飄移啊 這個有點像喝醉酒 有點像喝醉酒哦 好 第二招貼靠轉身 當對手貼身金房石附電機招會直接 貼靠身後的對手進行轉身 好 有一定的對手 有一定的機率把他彈開有沒有看到 這個腳尖被彈開這樣子啊 好 我們看到上面小顆呢 是增加這個 這個 彈開的機率啊 好 再來這招瞬接突破 接到球瞬接 一個假動之後再往前 衝進去哦 然後下面是增加他的使用範圍 右邊呢 是增加他的這個晃倒的機率哦 他這個突破的晃倒的機率哦 突破技能都是有機率將敵人晃倒的哦 好 我們看到第二招 然後接船突破 前面呢是增加這個晃倒機率 好 因為他也是有一個突破哦 然後前面呢是增加這個中頭的命中率 好 第一招 弧線突破 接球的時候一個轉身突破 好 好 再來是這個單手拋頭 這個怎麼感覺很好蓋啊 哇 福田招怎麼感覺很好蓋 難怪好像在陸福 福田出場率好像沒有很高哦 沒有很高哦 好 再來是這個虛晃投籃進去 假裝一個假動作 然後再一個 一個灌籃 然後再一個灌籃就是灌籃哦 然後上面是增加這個撞開對手機率哦 那我們看到第三招高拋上籃 前面是增加一個抗擾率 然後第一招突破高拋 是一個簡單的突破 然後直接一個拋頭 這個怎麼感覺也很好蓋啊 沒什麼 沒什麼 變化的感覺啊 上面是一個上籃命中率增加哦 然後再來是增加他的使用範圍 好那第二招是這個果凍高拋 哎呦哦 終於有一點變化了 這個動作怎麼有一點醜啊 有點醜 但是怎麼感覺還是很好蓋 感覺還是很好蓋哦 感覺會被蓋爆哦 然後再來一個是轉身高拋 我覺得福田地下的招 什麼都是有點簡單哦 沒有像光火螢幕 花到什麼 變化那麼多的那一招 再來是第四招 進攻速版的部分哦 他前面是增加一個 這招就是搶籃板的啦 搶籃板的 前面是增加一個籃板範圍 然後競爭值 籃板範圍 籃板競爭值 然後呢 這個是多項速版 在增強左右或身後的籃板時 他會瞬間調整位置 快速的強化籃板哦 蠻簡單的招式 就是增強你的籃板能力啊 好那 第五招叫做更多的荒乎哦 好我們看到更多荒乎 第一招 轉身速投 福田地下的得分超過2分死了 哦 他那個就是他得分有超過2分的時候 會啟動啊 他會啟動啊 在搶到籃板落地的瞬間 直接轉身速投啊 讓對手難以反應 下面是增加他的這個抗擾率 那第二個呢 是這個瞬間反應 這個要得分超過5分的時候 才可以激活 所以你如果前面你玩福田啊 你前面都完全沒到分數啊 感覺就會變得很爛啊 你知道嗎 這個要超過5分的時候啊 使用瞬間 瞬間跳投被蓋火鍋的時候啊 一定機率直接 把那個被蓋的球給拿下來啊 就是球不會掉到地上 直接拿下來 然後上面是增加這個觸發機率 那右邊這個是這個瞬圖高拋 這個他得分超過6分的時候才可以用 他在瞬間突破過程中 點擊瞬圖高拋按鈕 會直接跳高拋完成上來 這個怎麼感覺跟他前面差不多啊 怎麼感覺有跟沒有一樣啊 這個還有6分以上才可以用啊 那下面的部分呢 增加這個上籃命中率 右邊是這個能量累積的速度 我怎麼感覺這隻角色這大絕能看啊 大絕超級帥的 其他的怎麼感覺就普普通通的啊 果然是這個奪寶角 跟我們這個一般的角色啊 差很多哦 那大絕部分呢 前面是增加一個撞開對手的機率哦 然後呢他這個小顆藍色的是 他如果接到隊友的妙傳 完成大絕的話 隊友也會增加這個能量 這個我覺得不錯 讓隊友也增加能量就對了 就是一個助攻啦 助攻額外增加能量的意思 好有沒有看到 哇嗚 這招叫做雷挺啊 這個超級空階有沒有看到 觸發一個雷挺 像一道弱雷劈下去的感覺 哇這個蠻帥的 我真的覺得他大絕動畫蠻帥的 但是其他的小招我就覺得 感覺爛爛的 好後面呢 是增加一個這個接球距離哦 那右邊的部分呢 是增加這個可被蓋帽的時間啊 面對對對隊友信任的傳球 福田基造會採用更加難以豐富的灌籃 完成得分 就是他被蓋火鍋 可以這樣講他被蓋火鍋的那個 機率啊 好變小啦 就是可以被蓋火鍋的時間會減少 好再來我們看到他的 這個羈絆的部分 羈絆也是很重要的哦 羈絆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目前台服呢 你這個羈絆是還看不到的哦 因為這個 台服福田還沒有出來 所以台服目前是看不到的 第一個是仙道跟魚住 再來是這個仙道 哇又是仙道 哇這個 光頭櫻木 右下要光頭櫻木 所以他這隻跟仙道啊 是有非常大的關係哦 畢竟都是零藍隊的 畢竟都是零藍隊的 所以他的 一半啊 幾乎都是跟零藍隊的 三個幾半 都有仙道啊 所以如果你們有玩仙道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好的今天這部影片到這邊結束 是關於這個福田幾招的啊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